人民健康優先 拒絕南北污染 中央別來施壓 很遺憾的看到昨天台化員工跟包商們在縣府前面發生流血衝突 造成多名員工 然後記者朋友以及警察朋友受傷 我們真的感到非常的遺憾 那面對彰化縣政府很可能 因為他前兩天魏明谷縣長非常強硬的說台化不應該留在彰化 那可是這兩天他態度軟化 然後今天下午要跟台化到環保署去協調關於法令的解釋的問題 所以因為這個種種因素今天我們有將近30位的醫師站出來來到這邊 我們首先就是要表達 我們對於彰化縣政府駁回台化的燃眉許可的案子 我們表達高度的肯定 因為這是為了我們彰化縣民的健康 然後對於台化 就是非常的就是仗勢欺人 然後一直不斷的施壓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我想不管是醫師群或是彰化縣民 包括全國民眾其實大家都是看不下去的 所以今天我們醫師群站出來 來挺這個縣府依法駁回 然後呢對於後續的這個 還有對於台化 台塑集團的種種惡行 我想醫師們也看在眼裡也有話要說 禮拜六下午才開始連署 但是禮拜一差不多兩天包括假日 就在到全台灣五百億醫師 肯定這次我們中央政府的作為 就是跟台化燃米電廠駁回 所以這樣事情 全台灣的醫生 有五百億在兩天裡面簽署肯定 憲福跟憲福團隊 在全球覺醒當中 我們中央人在氣候變遷裡面 我們也踏出健康的地步 我想歷史你看 現在進去的野步 環保書要怎麼確定 要怎麼把這樣的事情 做出疫苏進步的腳步 李應援應該可以套出歷史 保護環境的新紀元 應援應該可以套出環境保護的新紀元 李世光應該用世界跟我們說 讓台灣進步 讓台灣走向綠色經濟 不歸去用黑色經濟 黑色經濟還是完全沒有競爭力 全球排碳 最大的之一 印度 他也簽了 他在203年年 有需要四成的綠電 這是對印度也很大的挑戰 當然對台灣也是挑戰 所以在這裡 全台灣都你看 環保書 怎麼做出一個決定 怎麼讓衛免局 不是讓它限制更大的困難 也你看民進黨執政了 第一次看全民大家都去看 一旦沒有人道 不誠信的這種團體 我們要堅決反對 那支持台灣縣市府的決定 支持管長的這個官長 南北電廠有很多對健康不利 因為它會大量的牽 就是水銀 還有申 和德 還有細弦不為力 那這些很多對健康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而且是沒有安全的 尤其是對小朋友和孕婦的影響更大 那在2005年的時候 一份由長征醫院就有參與的研究 就發現說在彰化地區 兒童氣喘的發生率 是在台化附近是最高的 我有付資料給各位媒體朋友 那在今年因為我們 衛縣長決定說要在北彰化 氣喘的研究 那也發現說現在的氣喘兒童的比例 已經上升到17%了 我想這樣的燃煤電廠在彰化市中心 對我們市民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那這些造成的疾病 其實是發費我們大量的社會資源 包括健保的支出 醫院的支出 還有學童沒辦法去上學 家長要陪學童生病住院 沒辦法去上班 那這些都是社會成本 那這些重金屬呢 也會影響到我們兒童的智能發展 那智能發展不好之後 對以後一輩子的生產力都會有影響 那這些加起來看 其實成本是非常大的 雖然台灣也有一些對金錢的貢獻 不過這兩鄉比較之下 其實是非常大於利 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們希望經濟部長 能站在真的對台灣 經濟有利的眼光來看這件事情 那環保署長我們很高興 終於有一位中衛人 擔任環保署長 我也希望李議員署長 能符入我們中衛人的期盼 能做好對全體市民健康有利的決定 在這幾年裡面我們的努力有打招 但是我實在 我們的努力 我們的打招 壓迫不夠 所以 這些自身 可以去中衡和地方 愛哥在那協調非常可惜 所以在這裡 我們雖然認真打招 但是我們跟我們認真不夠 所以在這裡 不好意思 我們的醫生 是不是大家 來向台灣人民 我們大家舉公道歉 好不好 我們大家現在 向台灣人民 這個環境 我們再跟大家道歉 不好意思 努力不夠 不好意思 我們一起說好不好 像彰化出品 剛才行李舉公 是事實上最誠懇 也是最痛的道歉 因為我們的疏忽 我們的努力不夠 讓彰化肺癌的發生率 最近這二十年來 都是一直持續高居 中部第一名 我們彰化的男性更恐怖 2013年 三年平均 台灣是第一名 2014年 這個都是最新的資料 健保肺癌的糾整率 彰化男性也是第一名 女性是第三名 這個女性十年的成長率更恐怖 也是台灣的第一名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老早就公告 就宣告 這個空污會致癌 尤其是會癌 今年的五月份 這個世衛組織又發布路線圖 要求各國各地區的衛生部門 我再強調一次 衛生部門 應該要增加對地方的空污監測 評估空污對健康的衝擊 以及在國家的空污政策上 要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領導角色 因為我們一屆是反污染不反傷 在台化在申請展延之前 縣政府就要求他們 在這個 他們的燃煤發電廠的地方 要增加脫流的設備 可是在彰化有其他的 總共有六家的發電廠公司 他們有這個煙囪 他們有另外五家 他們都自行增加脫流設備 只有台化拒絕增加脫流設備 請問各位大眾 另外五家我們有去抗議他嗎 不然這些員工怎麼辦 對不對 他知道我們的辛苦嗎 我們這些勞力都是用手拼起來的 開個辯論會 敢不敢開辯論會 我們三隻鍋爐都停了 昨天的十二點凌晨 因為我們依法 我們絕對要停 你地方政府一次就加嚴管制 但是你不能夠 馬上立即要求我們停掉啊 公開開辯論會 你把真的有力的數據 經過公正的方式 表達到全台灣的民眾 讓民眾得以幸福